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say的频道 今天要庆祝YouTube 达到了20万的粉丝 所以Lindsay要来聊一聊 之前在华尔街投行的工作 好像没什么因果关系 因为我感觉从 有第一个粉丝开始 就很多人想听Lindsay 来聊一聊在华尔街投行工作 另一方面我辞职出来 创业也快三年了 也算是给自己留一个纪念的 我想说的真的特别多 所以今天呢 我主要想来聊一聊 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什么样子 之后再有一期呢 我想聊一聊 华尔街里边的一些人际关系 怎么够心斗角啊 我也不想像流水账似的说 七点干什么 八点干什么 九点干什么 我尽可能的 能把在投行工作的一个状态 和人们都是什么样的 精神面貌 分享给大家 还没关注的小伙伴 赶紧刷一波关注啊 我们开始 我先说华尔街工作环境 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之前做二级市场的 就是在那个trading floor上 就交易那一层 一个大平层 就像大家看电影 那华尔街之狼很形象 一排一排一排 然后就两边对着做 但是呢 人和人其实是看不太见的 因为你面前 基本上是有八块屏幕 很多情况下 你对对面那个人的声音很熟悉 但是你一直都不知道 它长什么样 在一城的外圈呢 有一些办公室 这些就是那些大老板 大MD的办公室 但平时他们也就是 坐在大家的中间的 有一些经常都会被 电视上采访的人 走过来就 坐在你边上了 不会看得出来说 角落哪个办公室里边 那就是大老板 但是呢 有辨认的一些小妙招啊 一个呢 是老板的屏幕 一般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们不需要天天在哪儿 看 基本就是打打电话呀 训训话呀 干些这种事儿 第二个呢 就是老板一般都坐在 这一排的最外边 因为他平时 很多人要找他们呀 或者他跟别人沟通啊 然后越往里 小楼楼楼里边都坐在里边 早上班时间呢 一般我们是八点左右 当然取决于 你是做什么产品的 股票这边稍微晚一点 债券呢 就相对来讲早一点 然后那些大老板 就大MD 去得更早 我们老板经常六点 六点半就自己一个人就坐着 因为他经常要跟伦敦打电话 给他们老板做汇报 你想啊 就我们老板 他还没不住在城里 其实很多大老板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自己有小孩嘛 就搬出去城外住 天天早上上班 要么开车 要么坐火车 都得一两个小时 基本上四五点钟 就要开始上班了 之前我另一个朋友 在一个日本的头行 他们老板啊 天天早上起来 还要起来跑五公里 三点多就要起床了 估计好多人三点钟 还没睡觉的吧 你人家都起床 开始心的一天了 你说你们羞愧不羞愧 其实早上上班之前 大家也是非常忙碌的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下班要去跟客户 吃个饭啊 喝个酒啊 很多事情 你没法把它安排在晚上 可能就被耽误了 所以很多投行的人 他们也都很严格 很自律 就感觉每天 就要完成这些任务 所以他们很多自己的事情 都安排在早上 我之前也试图 是想早上去健身 家边有叫做Equinox 那个健身房 每天早上六点半的课呀 常常爆满 而且六点半人都上什么 就上那个hit 大家进去就感觉要 就是抽一身饭 然后去洗个澡 去上班 头发湿漉漉的 拎一个投行 那个小包 风尘仆仆 每天早上 一个疯一样的女子 你看你以为 投行那些女子都 挺精致的 穿的板板凑凑的 他们早上上班的时候 都不那样的 就穿个运动鞋 有的时候光个腿 就说穿个丝发 可猛了 就来了 地上扑一些 一高跟鞋 赶紧拿一双一换 然后进卫生间去 开始稍微收拾收拾化妆 进去的时候 感觉疯疯癫癫癫 出来一个个美热天仙 就准备开始 这一天的工作了 一般开始之前 大家就陆陆续续 都准备好了 该上厕所上厕所 该接水接水 这一开盘之后 你可能就会 一天都会忙到炸 你根本没有时间 可能都没办法去上厕所 你就看大家在路上 都一路小跑了 准备好 要给谁打电话 怎么样 9点半 正式开始了 一般在trading floor 就会有一个人 去敲一个打钟 哼哼哼的一下 就开始吵起来了 就大家开始战斗了 跟个菜市场似的 有些人在那打电话 有些人在那 两个人对着在那 老大嗓门 驴老远 隔几米都有一个柱子 柱子三面 全是电视 然后在那还放 不同的台子的 还有一些那种trader 做股票交易的人 他们给自己身边 放一个大象 每次他们一交易 出一单的时候 那边大象就 然后就 经常就听着那个东西 当然你面前好多个屏幕 屏幕其实都挺破的 你就得开始眼观六路 耳听八分 这边有看有人来订单 这边有跟人聊天的 这边有bloomberg 这边有看新闻的 这边有你自己 book的position 就是你的仓位和风险敞口的 然后一般刚开市的时候 和闭市之前 这两个时间是最忙的 一个是订单刚进来 一个是你要开始 把自己这里面 该去对冲风险 该hedge 把这些东西都给整理好 所以有人说 你要下午三点半 跟一个卖股票的trader 去跟他聊天 那你这 it's not a good time 整个一天非常的忙乱 大家其实压力也都挺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听见突然那边 砰就开始砸键盘 然后就扔鼠标 动不动 谁就在那开始当时骂人 但是现在 大家也越来越文明了 确实精神压力很大 要不哪边犯了个错 要不哪个订单没弄好 发泄一下 大家也都叫什么 习以为常了 当然要是你要 做成了一个大单 这个人自己 就特别高兴 然后一个小团队 一起欢呼的鼓掌的 这种情况也都经常发生 为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交易的量很大 就是他们管的钱真的很多 你别看那几个屏幕 一个个挺破的 一个屏幕都这么厚 感觉都不知道 是哪一年的显示器 但你看上那个数字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投行里边吧 就说多少个百万 就叫buck 十亿 就是billion 就叫yard 所以你听人说 我买了five buck 你以为人买了五块钱吗 那是五百万啊 我之前边上那个组 两个小哥平时 就穿个白衬衫 丝丝纹纹的 走路上 一般人都给你点头微笑 人家是这么 就过去了 看着呆了吧唧 没想到 人家做那个 有一次一天好 一天就赚了五十个million 那就是五千万美金 牛人就在你身边 根本你就不知道 就是因为钱特别多 所以监管也会非常的严格 正常你在交易的时间里 你是不能看手机的 他怕有一些这种 内幕信息的操作 所以当这个条文 刚出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一层上 Apple Watch的数量 明显增加了 大家上厕所的频率 也明显的增加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 不是用那个 bloomberg単文的 我们大家互相聊天 话节都会用的那个工具 挺兴奋啊 觉得自己有个账号 然后正好我有一个 高中同学 他就在bloomberg工作 然后我们就把另一个公司 也是一个高中同学 我们三个就拉进来 三个人拉一个裙在里边 诗涵问问 还在那儿讨论 怎么样能赶紧给自己电脑 下载一个中文输入法 第二天早上大老板来了 早早的 第一件事 我刚坐下 就把我叫进办公室 Lindy 我有一个内部的警告 是关于你的 什么东西 内部警告 我当时脸都绿了 刚去门去 别把饭碗布饱了 然后最后发现 不能好几个 不同公司的人 拉一个裙在里边聊天 管的是非常严的 你他拉裙 你什么都不准说 投行里专门有个部门 就叫compliance 合规 就监督你得守规矩的 就你每天在那些里边 说的话 当然不是每个人 今天在那儿盯着看的 人家都弄的算法 弄的机器 当你有哪些违规的时候 人立马一封邮件 就发到你老板那儿去了 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那种培训 叫做compliance training 告诉你 你不能干这个 你不能干那个 你不能干这个 做完还有个测试 就问说 今天小明在布鲁布鲁上 拉我的裙 他这个做法对吗 就类似于这种的 然后经常我们组开会的时候 大老板第一件事说 这个月有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必须要按时完成 因为这是他们的指标 他们底下的人 要是不按时 把这些培训都做了 他们老板就要拿他们试问了 我回回来接着说 他不是很忙吗 每天中午饭 肯定都是在桌子上吃的 没有定点休息 说我12点到1点有午休 没那事 你想休息 门都没有 你还想睡觉 你还想干什么 一般刚去的时候 一个组里头 会派一个人出去 给这一桌的人买饭 一般都是最年轻的那个人 刚进去的时候 这些跑腿的事 都是你干的 二吃的二塞了 有点夸张 可能五六袋吧 一般那种美国大汉 都很壮的 180斤 200斤 200多斤的 大壮 你看他午饭 就抱着那么一小盒沙拉 里边这绿菜 就在那吃的津津有味 非常常见 非常正常 那碗菜 我自己吃完都吃不饱 下午三点多 我就已经饿得不行了 就得开始再去吃点零食 人家就在那 特别的镇定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神奇 但后来我发现 他们晚上回家 都是一顿狂吃 就是在外人面前 展示出来自己 非常健康的这个形象 然后晚上回家 自己炸鸡 啤酒 然后有的时候 晚上要跟客户吃饭 也都吃什么红酒 牛排 都是那种很肥的东西 当然吃沙拉有好处 真的就是吃的不多 你下午就不会犯困 我有几次 自己去买中餐 三菜一饭的那个外卖 公宝鸡丁 一箱茄子 鲜味炒鸡蛋 一碗白米饭 下午三点的时候 你就已经不知道 自己的精神在哪了 但是回过头来说 其实投行的人 他们是很自律的 刚刚说健身 保持身材这些东西 都练得特别好 就很多那种 四十多岁 四五十岁的 高层的 尤其是男销售 一个个精神面貌 特别好 可帅 小头这么一抹 就给你看华尔街之狼里头 那个抹的发胶 天天神清气爽的就去了 然后另一方面 这个自律 我觉得其实也是 当你开始能 一步一步的 这么去做的时候 你才能跟得上 投行那种 特别特别快的节奏 因为他的工作 就要求你每天 就必须 叨叨叨叨叨叨 切了咔嚓的 就把这些活都干完 所以大家健身 大家维持这个状态 维持自己的形象 其实也是能 更好地去适应 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为什么说很多人 早上起来要去健身 当然我自己不行 我可能还是下班去健身 符合我自己习惯一点 其实就是因为 他们早上起来 就能把自己带入到 那个快节奏的状态 去健身 注意形象 自律 整个一天 基本上就是这种 特别忙碌的状态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我怎么中午饭往迟了 赶紧拿回来吃一口 晚上大家就有的时候 会去组里的同事去 比如说喝杯酒 放松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 会有这种客户的晚餐 但一般都不会弄得太晚 因为大家都知道 第二天还有非常 紧张忙碌的工作 早早洗洗睡了 第二天又得上班 对吧 你看我们刚刚说 有一些MD 早上三点半 要起床出来健身 那肯定八九点 基本吃完饭 就要洗洗睡了 然后有的时候 要是有那种 晚上的客户吃饭 第二天你就感觉 他那个脑子 可能就有点 转得不是那么快了 所以整个这一周下来 从周一到周五 就是这么 特别特别忙碌的连周转 其实不太有那种 给个人去休息的时间 大家可能也都习惯了 这种快节奏的感觉 但到周五下午呢 就感觉 可以放飞自我了 这一周终于过完了 可以然后每天 周五下午回家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开心 你能看到他们脸上那种 发自内心的笑容 就跟你说 Hello the weekend 所以整个这么忙 这么快节奏 一方面确实工作都很忙碌 周围的人 都每天这个状态 你很难说 在别人周围的人都这样 你天天在那喝个茶 慢调丝里的回个邮件 拿着一个手指的一个手 不太可能 另一方面 其实竞争也确实是 非常的激烈 一个罗布一个坑 你要是这不行 那对不起你就要走人 这在华尔街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 这个我们下一期 再慢慢说 它里边那些关系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大家其实 你看着表面上风平浪静 大家都这么晃悠晃悠的 但其实背地里 不是说背地里吧 就私底下 每个人其实都知道 自己要努力 就我之前边上一个小哥 大家星期五 都乐呵呵地 准备去过周末的 他从那打印房出来 拿了这么厚一摞东西 然后我问 我说你这什么东西 一看里边又是什么策略 又是市场的分析 他说他周末想去学一下这块 因为他哪块哪块不太懂 我就想 我本来周末还想着 要去吃个brunch 然后跟出去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边 你自己有的时候 你自己也知道着急 就我遇到的老板 其实人都很好 都很nice 都很愿意教你 但他们确实 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忙 很多时候你就得自己 在那摸索 在那坑齿 在黑暗中去前行 但其实好的一点是 整座公司的资源 真的是很强大 就比如之前 JP的所有的研究报告 你可以随便看 最开始真的是 两眼一摸黑 什么也看不懂 各种各样的缩写 但慢慢你看习惯了 你就发现 那也变成你自己的语言了 而且就比如说 你想考过什么CFA 你去考没关系 你只要跟老板申请 大部分老板 就公司都是可以给你报销的 所以坤哥姐姐 最后你能做的怎么样 基本上是全靠你自己 这我辞职出来之后 我跟一个也是跳槽 要离开JP的一个大老板 当时挺有意思的 我们俩约中午吃饭 特意点了一瓶酒 说我告别了 我在JP十几年的时候 十几年 他自己也挺有感触的 然后他就在那给我回忆 他刚进去的时候 是本科毕业进去 他是MIT的 然后那时候韩国人 他08年正好进去的时候 是金融危机 他说那时候 如果想持习之后 表现比较好 能全职进来 这个概率是非常小的 所以他当时 他的原话就是 我的work my ass off 就是每天基本上连轴转 一周七天 每天都在不停地学 不停地问 他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也是经常 有的时候要跟亚洲有交易 半夜12点 晚上你跟客户吃完饭 人家本来应该洗洗睡了 三年都要起床的对吧 半夜12点还得起来 去在家里头登陆公司那个系统 然后去做交易 你听完之后 你真的觉得 真的都挺拼的 但是他那么拼 收益肯定也很好 我都没好意思问 但我估摸这 人家一年应该也是个七位数 美金 所以其实最后从投行出来的人 也是各种出路 有跳到别的投行的 有跳到买方的 有自己出来创业的 还有那种 我就去周游世界的 但是其实你问他们 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 我在投行的这几年 是觉得在浪费时间 虽然有的时候 你感觉压力很大 大到你就想爆炸 但是当你现在 尤其是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再去回想 那时候的生活 你就感觉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就能记得起来 我有的时候冬天 因为要开早会 五点半起来了 那边要听着新闻 因为你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就说可能你要说点啥 不得不说点啥 边还在那儿化着妆 就眼睛都眯眯眯眯的 在那儿化着妆 然后你就出去了 特别特别冷的 早上冷冷清清的 你就穿过时代广场 穿过洛克菲勒 有的时候冬天 你还能看着那有一棵 全世界最大的圣诞树 那时候你就感觉内心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幸福 穿过冷冷清清的第五大道 然后就开始投入你 紧张忙乱的一天的工作 我能记下来 我第一次给我们的大MD 做presentation 当时准备的 紧张都不行 把这东西都背得可好了 但是你讲完之后 你就发现 那大MD好像也没怎么听 就突然呼噜呼噜就过去了 但是我现在也出来了 我再去回想 当时你身边的人 你身边的事 你能记得起来 很多人因为一个好的事 大家一起在欢呼 然后因为你被骂 有的小姑娘 就在厕所里头偷偷地哭泣 然后还有就是那些 叫veteran 就在投行里工作了 十几年的人 他们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然后整个一层的人 都会站起来 去给他们欢呼 给他们鼓掌 趁我现在还能记得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方面我觉得也是给我自己 一个回忆的留念吧 这是我投行的那工作的经验 其实我很多朋友 他们现在还在投行里面 也经历着这样 就刚才说的这些日复一日 可能他们已经觉得 是一种很正常的 生活的习惯 但是我自己就出来之后 我再去回想 真的是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值得感激的 这么一段经历 就好像你现在让我回忆 我高中的时候 大家肯定都经历过 高中的时候那么辛苦 早上六点半 当时我们宿舍连早都不能洗 大夏天热得够呛 夏自习灵一想 就冲出去 然后抢热水要去洗 就现在你要再让我 回到那个环境 再经历过一次 高中的军训 我估计我可能是回不去了 但是你回想那段经历 你就觉得也是你人生中 挺值得感激 值得回味的 那么一段时间 也连这都经历过来了 这也还是挺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你现在看到 华尔街里边的 中国人是越来越多 大家都是经历过高考那三年 那种军训式的生活过来的 那就是有那个意志力 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可以 多用那么一点点力 这样当你再过几年 像我现在这样再回头去看 你到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感激 岁月给予我的这些 青春和花年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下一期我们再说说话 而且那些人际关系和勾心斗角 喜欢小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 突破了20万的粉丝 所以Liz要跟大家来聊 干啥 我能玩一天 我不要这个 你别给我放这道菜单 OK